应急响应,帮助四川地震载区做好救灾工作 今天上午9点,国家建灾委民政部针对四川亚安7.0级地震灾害 紧急启动了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建灾委副主任,民政部副部长江丽率领由民政部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卫生部,地震局等八部委 所组成的国家建灾委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 指导开展救灾工作 今天上午8点02分,亚安庐山发生气急地震,成都等地震感强烈 记者最新了解的信息是,中国人寿新华保险等已经启动了重大托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在川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人员已经前往亚安实地查看灾情 赶往镇中核查事故情况 新华保险总公司已经提取了亚安地区投被保险人的客户信息 准备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逐一确证客户的安全 另外我们聊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慢慢的前行 然后我们从这个两个小时过来 一路上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一路上过来的情况 那么现在的从成都出发前往亚安的成亚高速的 整个这个行驶状况是正常的 我们在路上能够看到五屏水电部队的 我们有看到这个大重型的挖掘机 还有很多就是120的机器 以及我们重务兵区的运兵车